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实际上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案子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整个公开招标的程序当中 市政府没有一个透明化的程序 而且呢 你在这个招标的文件上明明就写着OT 并不是ROT 那OT跟ROT的方式其实啊 差距很多 ROT啊 一个最大的一个增减点就在于说 我的厂商可以出资非常多的钱 我来加盖做一个非常多的建筑物 那未来这个建筑物是永久属于厂商的 那如果呢 你的市政府如果说未来我没有办法乘租的话 那你市政府要么呢 就是协助下一个厂商来跟我乘租 或者协助下一个厂商来跟我购买 或者市政府你要来跟我购买我所 这个加盖的所有的建筑物 所以呢 这个就是看我们的契约 我不知道说我们现在当初的契约的内容是怎么样 所以呢 如果你当初在OT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 人家要来啊 出资啊 为什么你们不要啊 为什么 那个就是因为当你写OT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只是经营一个停车场 我就像都督房一样 我是一个专业的经营者 我都没有办法来赚钱了 那当然大家的兴趣就缺缺 可是呢 你今天既然你用OT 然后转为ROT 如果早知道是ROT 你知道有多少的厂商愿意来吗 所以这个呢 就像我们平常 一些的 一些有问题的政府官员一样 他利用他所熟识的厂商 来低价抢标以后 再来做所谓的变更设计 再来追加预算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质疑的 你用OT的方式让人家来招标 然后你筛选掉很多人 因为大家都认为你是OT 结果你用ROT的方式跟人家签约 这当然是不合法啊 那这个的话就跟低价抢标一样 找你自己喜欢的厂商来签约 是一样的吗 这真的就是包藏获信 美其名啊 美其名是要来建设 实际上是怎么样 大家稍微来 不是大家喔 是稍微我自己的厂商来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官商勾结 这个就是这个样啊 这跟官商勾结这个四个字 等同耶 等于耶 否则的话你不可能说 今天明明招标是用OT 然后呢现在你 那么你们每一个官员 都已经做到十几等啊 七八指等 八九 这个处长也有九指等 十指等 你不了解什么叫做OT跟ROT吗 还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混乱 大家就在讲 啊 这根据处商 是啊 根据处餐 没错啊 处商有很多种啊 对不对 BOT ROT 什么OT OOT OTT 都很多种啊 如果你今天在招标的文件上面 你都不要写 其实没有问题的 那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写OT呢 就是你要准备要排除一些人 或者是你故意的嘛 让这些人都不要来 然后跟你所指定的厂商 友好的厂商 让他来低价抢标是一样的嘛 所以呢我严重的怀疑 这有官商勾结的嫌疑 而且呢整个的程序是不合法的 所以呢应该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摊开来 也就是你的招标文件 然后你现在的签约厂商 非常重要的 你营运 当初他们来投标的时候 的那个 投标的 这个招标 投标书上面 有没有 有没有说 啊我准备要干什么干什么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更不可能啊 你怎么看现在就来让它变更呢 这是有为 有为你这个招标内容的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哦 而且呢我 我觉得这个 如果今天不是烧到我们林市长的话 那我们的阵风市一定要介入去查查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有没有官商勾结的嫌疑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好我们现在请郑林议员发言 我们司事名员请做准备 谢谢议长 我想我们这个议案 从昨天一直讨论到现在 那有关东岸停车场 那么一本来是东岸停车场一楼商场规划的一个进度 那现在让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岸停车场必须 现在目前业者已经要盖二楼三楼四楼 当然我们从早上 从早上我们李处长 以及我们李秘书长 很明显 而且很详细的已经答复了 那么所谓的促商法可以OT案 那么OT案 ROT以及各方面的这些都是促商法里面的 那么既然都是促商法里面的话 那到底能不能OT要演变为ROT的时候 这个到底这个法规到底行不行 我们现在质疑的只质疑这一点 那否则的话 既然建商业者愿意以两亿元来新建二三四楼 然后再来做一些这些商业的一个行为的话 我是觉得还是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因为我们既然市政府也不要出钱 那么也不用向中央去要钱要都要死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一个 我想市长就这两年内 那么到底做些什么 我想市政府方面也一定有他的一个做法 也有一定他的作为 也希望这个案子能够让市长市政府 有一个这个招商的一个机会 也促进经济的金融经济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乐观其成 能够协助的话 那么可以 但是我们就是要了解的 OT改为ROT的时候 到底可行不可行 这一个这个法令 我相信出商的委员会里面 有相当多的我们市政府的官员在里面 也许多的专家学者在这里面 那么我相信他们不会认为不行不可行的东西 他硬要可行 所以这一点我想议长 已经讨论这么久了 是不是您能够做个结议 到底你的结议情形怎么样 那我们了解一下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你的结议情形怎么样 然后我们大家再以你的结议情形 我们觉得可行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这个议案的一个结束 不要再浪费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并不多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希望说乐观其成 两亿能够在基隆建设 能够让市长市政府这边能够这个团队 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建设做起来 让整个市中心的一个地标里面 能够做出有一个可看的可作为的一个东西 要不要基隆一层 事实上真的是一层不变 那我倒觉得不用政府的钱 不要再向中央要钱 中央要钱的话 有可能这个计划案写上去 再怎么样 可能这个时间还非常非常的冗长 那么既然业者有这个经费 希望能够在这边建设的话 我是觉得乐观其成 能够赶快做完 那么我们今天的案子是停车场的规划进度 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不要再 我是觉得不需要再讨论 我们希望议长能够法的限制或法的规定 怎么样的一个执行 我希望我们议长是有智慧的 看做什么样的决定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这个案子 赶快讨论截止 然后应该怎么处理 做一个结束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好 因为我们议员同仁 大家都想要发言 所以我不能禁止 大家不让人家发言 剥夺人家发言权 这一点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施市民施议员 我觉得我们本案应该是讲 东岸停车场一楼商场规划的进度 然后请施政委报告 那原来是局限在一楼 一楼的部分 它的进度的部分 其实这两天所讨论的 已经讨论的非常广泛 不止单单是一楼 包括整个 它的整个招标 整个的 这个 刚刚还谈到什么 OT VOT ROT等等 其实啊 终归一句 应该是 这全案应该是属于 市政府啊 以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的方式来招标 然后啊 政府啊 委托民间机构 或由民间机构 向政府租任 现有的设施 然后予以扩建整建啊 然后啊 来营营 事实上这一次啊 参加这一次的投标啊 据说有三家公司啊 三家公司啊 都涉及到扩建跟整建 有一家还甚至于说要盖摩天大楼 摩天轮 在我们东岸停车场的上面啊 盖摩天轮 还要投资啊 四亿以上 四五亿以上 那这一家公司啊 是准备啊 在五年内 它投资两亿五千万 那每年啊 还要付给我们市政府交流处 五千万的 我们这个租金 等同于啊 它在五年当中的这个营业啊 它每年最少都要有一亿以上的利润 你说外面有这种公司啊 那我们不得不佩服 很勇敢 而且啊 看准啊 我们东岸停车场 不能再像过去这样 没所成规啊 以过去的那种啊 方式来做经营 你务必一定要做改善 你东岸停车场 不做改善的话 它每年最少要有一亿啊 否则它一定亏本 它五年啊 两亿五千万啊 每年要贪提五千万 然后它还要付出 五千万的租金啊 给基隆市政府 它等同于它一年要投资一亿啊 它最少要有一亿以上的收入 然后我觉得就说 我们民意代表 我们要关切的就是说 在整个啊 这个出仓法 出仓法你们的这个招标过程当中 啊 有没有依法行政 市政委有没有违法 然后啊 有没有公开 有没有透明 然后将来啊 这个啊 招标出去以后啊 它的使用的规范到底是什么 然后它租金啊 收得啊 合理不合理 我们跟人家收 一年五千万 合理不合理 或者是啊 未来的使用年限 不要像过去这样 标出去啊 一标就是啊 三十年五十年的那种啊 那种那个 那种招标方式 我们总共喊不让当五年嘛 最多再延长三年 对不对 这年下还好嘛 还可以嘛 等于两任的戒期啊 隆重把这背拟了 所以说真的市政府 市务团队 包括我们交理处 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 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应该予以支持 市政府不要花一毛钱 我们凭空啊 我们的东岸停车场啊 人家就要投资 两亿五千万在那边做建设 这个未来都是我们 基隆市政府的资产 我们基隆市民共有的资产 以后背拟以后 八年以后 这家公司离开了以后 我们基隆市政府 在以现有的设施 在乘出出去的话 我们不只要收五千万啊 我们可能啊 没有一亿也要收八千万 我们租金啊 是增加的啊 是增加的 所以对基隆市政府 对基隆市民来说的话 是利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站在议会的立场 我们应该予以支持 而且予以肯定 我们当民意代表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监督市政 那政府官员 人家有在做事 而且是引进外资啊 我们经常告诉你啊 基隆市难得有外资 要过来这边投资啊 现在有这么好的 这个投资商 看从我们东岸停车场 要来这边给我们做投资 假使我们在这边操场闹闹 而且对这个全案啊 跟抓手 后面我跟你说 生一个人怕死了 谁来我们基隆 谁来我们基隆 所以以上我还是啊 真的是 希望就是说 本会的各位同仁啊 能够给予支持 因为这是很好 很好的一个畜商案 而且啊 已经成型了 已经正在进行啊 以上建议 谢谢我们 石市民议员宝贵的意见 现在由杨时辰 杨议员发言 我建议啊 我们主席等一下做个 财势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这个案由 就是停车场 一楼的商场规划进度 规划进度呢 已经有说明了 但是说 在一楼以上的部分呢 我是建议说 我们议员是不是 能够另外提案 请我们市政府 做个专案报告 不要在这地方再讲下去 因为后面的案子呢 是蛮迫切的案子 像那个南龙公墓啦 中山一月路 拓关道路 这是破载煤烧的东西 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听到市政府的报告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等一下做个提案 不是提案 就是说市政府 请求这个市政府做停车场 特殊用途的专案报告 谢谢 好 我们议员同仁 我想大家也不要再 因为真的已经 弄了一天半了 像第一天的时候 我觉得进度好快 好开心 昨天就整个都为了这个议案 我这样好不好 因为我们在那边讨论 它的工程 它的所有的行政程序 还是一样在走 但我们为了 让我们所有议员了解到 就是说它这个 因为大家就是有疑虑 所谓的OT跟什么ROT 促参法这样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干脆 我们请教 我做成决议这样好不好 你们听听看 请市府就本案 原OT案 原OT厂商 禁制转ROT一役 还请财政部 促参师解释其 释法性 并将函视结果 含复本会 这样好不好 我想 待会 我想这样子 不会耽搁到 厂商 它的作业程序 因为它整个 在作业程序里面 也没改变嘛 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好 我们张景黄张议员 蓝敏黄议员 请做准备 薛议长 本来到台北 已经挂了 是要说一下 一直在强调OT跟ROT 前朝的OT是怎么样的情况 现在的ROT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前朝的ROT 一年修博清盟 田律经 里面的维护 里面的维修 就必须由市政府来负担 所以因为这样子 整个提家庭 有点黑黑躥躺 不但是黑黑躺躺 那边又是治安的死角 那东岸填车厂 曾經發生過性侵 凶殺案 未到的一大米都在那裡 現在的ROD是怎麼樣的情況 一年收五千萬 你如果多賺五千萬 一人要再分一半 連續所有的投資 由廠商來負責 有廠商來負責 前面是要自己負責 現在是廠商負責 這個是精華地段 黃金地段 鑽石地段 現在的地區 五六十也沒問題 你如果要賣五六十 那就是八元買 標示這個所在很重要 然後呢 市政府要把這個 整個這個精華地段 要讓它亮起來 要讓它亮起來 如果這三千 包括停車場在內 因為老青公的位 我們常常說要招商 我們常常說 那郵輪上 本來有五十七萬人 因為新政府的 打拚官的已經到七十五萬人的這個遊客 搞不好有一天到一百萬 我們希望它漏下來 有所在給它漏下來 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核心地帶嘛 在郵輪的旁邊還近嘛 有可能 因為商場一樓 二樓 三樓 它整個投資的情況在下 它怎麼整個我雖然不瞭解 但我知道它是嚇到這個方向 這樣才有給我們人 講一講它 繞下來嘛 繞下來 繞下來 有人就是怕說停車有問題 停車位就是這樣 不怕人潮來 人潮來就會想 像你的這個 三千去嚇到嘛 這樣怎麼 我們基隆車大夫 今天這個 這些所謂商店 不知道換得起來 過去我講過了 過去我們肥業城 現在十點就很黑 很黑 一片七黑 除了廟口以外 基本上整個店都愛民謀嘛 難道我們不改變嗎 而且要出個半個更快喔 要出個半個更快喔 都是由人家來投資 都 都 都是人家來投資 其中 要出到半個更快 能不能收錢 何樂也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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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盡情做嘛 人家 只問說 支撐我女兒 我沒有招傷 現在人家招傷啊 人家招傷啊 人家招傷來啊 我去爺爺 簽我簽好啊 我們現在一直在 問說 我不反對你 來投資 不反對你 其實骨子裡都行 人家招麻煩嘛 這樣要不然相加來 來跟我們投資 相加來跟我們投資 這樣技能會改變嘛 所以這個要講清楚 ROT跟OT 這個要講清楚啊 這邊 連國際問題 上面啦 因為早上那個 翁翁 處長也講過 財政部的那個 出餐師 就來這裡開過火了 有問題 那時候他就講出來了 而且我們那個 李秘書長也講得很清楚 這是ROT 不是OT 難道以前的OT 很好嗎 很好嗎 那 自己問心自問啦 那個時候都沒有人說到報告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的廠商是嘴 國民黨的黨員事業啦 有人在講話嗎 有人在講 啊 現在反而要來投資 出到報告人的 有的又很多 我覺得很奇怪 這要向歷史負責的 這要向歷史負責 所以我自己講要講 我趕快 我現在投到台北 我去拚回來 我無說不可以 好 無說不可以 我們現在請 南美華南議員 張整會議員請做準備 欸 這個主持人 我想 這個案子喔 是我提的齁 那我的重點是兩個 所以我希望議長 你能夠 決議的時候 把我兩個建議案列入 這樣對我有主張 第一就是說 這個這個結構 是政府一定要加強結構安全的檢定 這個要列入 第二個 我們希望說這個商場 未來的規劃 要定位清楚 喔 我的建議就是說 把這裡打造成個五星級的一個商場 這樣才有利於啊 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未來跟國際遊林觀光客的結合 也提升我們基隆市民 一個消費的水準的提高 這是我的重點 那至於啊 我們討論了這麼久 最大的爭議 就是OT案 簽約 招標的時候 是用OT案 這個是政府 很清楚 不用辯解了 那簽約的時候啊 雖然沒有寫 ROT案 但是 根據業者提出來的 你們准許他 就變成ROT案 因為他所 這個針見的部分啊 已經達到ROT案的一個標準了 啊 這就是你的業務疏失啊 我剛剛 也特別跟 醋餐室洪科長聯絡過啦 也不只我聯絡啦 應該也有本位同仁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醋餐室聯絡 我們會當然就因為這個爭議啊 去醋餐室去求證啊 那洪科長給我的建議 是這樣子的啦 處長你注意聽喔 既然招標的時候啊 我們現在是講是非啦 沒有人反對這個OT案的進行 越快完成越好 既然你招標的時候 名文是寫OT 簽約的時候就要OT啦 那你現在呢 要OT要准許他改成ROT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說明啊 對不對 這是處長室洪科長啊 另外我這裡也有 你馬上可以求證嘛 你招標的時候 你用OT案 你簽約就是要用OT案啦 那當然 我幫市政府講一句話啦 你有本事啊 叫業者投資兩億五啊 我要佩服你 大家要肯定啊 啊這個就是你便宜行事啊 但是我肯定你能夠說服業者 要投資兩億五 我再第三個建議啊 希望你要如期完工啦 這欺負五年而已啦 你才要投資這麼多年 去幫你做ROT的改建 對我們技能是最好的啊 那你再拖的話 他的成本就越高 將來變數就越大 所以我希望這個案子啊 能夠儘快的通過 那至於市政府 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們要吸取教訓 你們常常因為便宜行事 造成很多的糾紛 那本會同仁一直在 所以強調的是 OT案變成ROT案 這個程序上是有瑕疵的 不是反對你 我希望市長你要了解 你們又犯了便宜行事的 的作為 希望你們記取教訓 那本期希望本案能夠 那張國黑 張議員 張議員 謝謝主席啊 我想啊 昨天一直討論到 討論到現在 我們大家還一直在那邊 有關那個促商法 一直在那邊討論 我們也知道促商法這五種啊 本事也是把資料也弄出來啊 BOT BTO ROT OT BOO 大家也知道 這五種都是促商法 問題用途不一樣啊 對不對 剛才提案人也講得很清楚啊 要你講清楚 到底你簽 簽的時候 合約的時候 我照標的時候是OT案 OT案就不一樣啊 是政府新建的啊 ROT是說在 擴建啊 政府新建你要擴建啊 早上我也要 請那個 我們秘書長 你答覆 為什麼不能做 簡單說啊 答案也出來了 你也不用答覆了 以前你那一些 OT案 政府原先的規劃 都受限嘛 廠商沒辦法去賺嘛 沒辦法賺錢嘛 沒辦法賺錢嘛 所以說 你來了一個ROT 讓民間他怎麼做 想要怎麼做 怎麼去擴建 就是這樣啊 討論幾半天 沒有兩天啊 長到今天 到底 你當初 怎麼去公告的嘛 簽約又怎麼簽約 這樣兩種而已啊 說幾半天 所以這個啊 我是希望啊 做結議的時候啊 到底 你當初 交理處 現在崩會的動靈 是要了解 了解 了解而已 你當初 招標跟簽和約 你是怎麼做 就像金人一樣啊 金人有上將的啊 阿兵哥也是金人啊 學生有好幾個 博士生也是學生啊 小學生也是學生啊 那差別就不一樣啊 一樣的道理嘛 那通通是學生嘛 就跟處商話一樣啊 通通去處商話嘛 但是用別不一樣啊 要講清楚嘛 不要耽誤時間嘛 講幾天啊 我們 是不是 要不要針對我們議員的 詢問啊 我想教理處 我們理處長 是不是能夠再詳加說明 OT ROT 處商法 處商法 包括BOT OT ROT 那為什麼會 大家會有這樣餘歷 OT 招商的時候是OT 然後禁制轉 ROT 這到底怎麼回事 能不能詳加說明一下 好 議長 各位議員座大家好 那 首先 那個 政令議員剛剛所提示 不用政府的錢 去出資 然後也不用中央的錢的話 是任犯犧牲 那其實這個案子 最大精神就在那邊 那其實 那個 旅議員有誤會 OT BOT 後面的T 都是transfer 都是回來政府 不可能像我們一般工程採購 我去CCO 那個再付他錢 沒有 他做越多 給我越多 那回到本來的這個議題來講的話 就是 沒錯就像剛才張可惠 做提示 這是五種不同的形式 但是 只要這五種都落到促餐法裡面 他是享受一些租賃 還有那個租稅的一些 還有融資的一些 一些優惠就對了 所以 訂這個促餐法 但是這個案子的那個商場的部分 事實上是不受這個優惠 因為在促餐法的第四十一條 四十一條裡面 是有說不受 這個 副屬性是不受那個 不得 受這個優惠就對了 所以他做越多 我政府 甚至什麼融資 全部都不用給他 這個都是給我的 回到最基本的原則 這個案子 沒有司法性的問題 我們就本來是用促餐法 而且這個促餐師師長 已經來多處兩次 然後他也非常稱讚這個案子 我們這個案子也被選為去年度 到全國的促餐大會 代表基隆市 所以這個案子 他今年也叫我們這個 完成以後 那要去提金破獎 而且非常有機會得獎 所以這個案子是 在司法性是沒有問題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這個案子 完全公開透明公平 那所有的招標文件 還有契約的文件 我們都有上網 然後也辦了兩次公開說明會 那這個廠商也都沒有意義 那另外就是剛才 司士明益座也提示 事實上我找出資料出來 兩次的投標的時候 第一次投標就像李美玲益座講的 它事實上合作意義項書沒有寫 所以我們第一次是廢標的 那第二次重新招標 所以兩次招標一共有三家廠商 這三家廠商全部都有真改建的 那比較少的從1900萬到最多的 將近4億的投入 所以這個本來廠商都知道這個規定 所以這部分我們都有 事實上是有遵照說公開透明的角度去看 好 各位同仁我們就不要再討論 我能不能我做決議好不好 我請大家再仔細的聽一下 請市府就本案原OT廠商禁制轉 ROT一役 含請財政部促參司解釋其釋法性 並將函視結果含附本會 二請注意本案結構安全 並清楚定位商場經營方向 以利商機之拓載 這樣好嗎 沒意見 好 沒意見都通過 好我們 孫何蘇議員 我想這個案子 大概大家都很清楚的是認為說 市政府是應該要來開閉 我們基隆這個新的精華的這個都會區 那OD什麼BOD什麼ROD 大概只有ROD 我們不用出錢 那你現在 我們的癥結是從昨天到現在 應該是要請教 事實上是不用啦 這是假問的 因為OD也好 ROD也好 在整個地方縣市政府的首長主辦單位 他們是可以這樣做的啦 那你現在還要加一個程序去問 你整個去問 到底我們公安停車場的現狀 可以不可 符不符合出產料理 那這樣不就好了嗎 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話就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他們 他們就要做說了 不就這樣了嗎 你再加上 BOO BOD ROD 你怎麼會連DDT 找找出來啦 我想 因為針對真的是OT跟ROT 還有BOT 你所謂的DDT 我們可能一眼同仁 當然是沒有DDT 我想大家對這個 就是他的 就是權力或者他的限制在什麼地方 因為要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名稱 但我們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們請教財政部 處參師來解釋嘛 因為這不會影響到 他整個程序的 程序的耽擱或什麼嘛 只是去喊嘛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大家覺得怎麼樣 李美玲女議員 主席今天不是大家搞不懂OT或BOT或ROT 這跟這個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在於招標的時候 你明明寫的是OT 到後來呢 你明明寫的是OT 可是得標以後 你跟你的這個廠商簽定的是ROT 這個東西就有瑕疵 就有違法的問題 所以你今天要問的是 這個可以嗎 也就是它司法性的問題 第二個我是建議送監察院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就像我剛才講的一樣 這個是有點像類似低價搶標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可以排除所有的 我不要的這個廠商 我跟這個廠商講 你可以用很多錢來喔 為什麼 因為後來我要跟你簽的是ROT 可是你在這個標書上面 你寫的是OT啊 所以就有很多的廠商覺得說 我OT我就被局限了營運的範圍 如果你今天寫的是ROT 我相信有更多更好的廠商 他會來投標的 那如果是這樣 如果你讓今天的案件 讓他輕輕帶過 以後市長就肆無忌憚的 把所有我們大小的標案 就用類似這樣的方式了 名義上是改變 名義上是很漂亮 我找人來投資 實際上是跟他有關係 良好的人才來投資嘛 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市政府的手裡 這個比 萬商多吉更嚴重耶 這以後他變成是一個獨裁者 我覺得這非常的嚴重 你們怎麼會把它輕輕帶過呢 這不得了啊 以後哪一個廠商 一定要跟他好好的談嘛 否則怎麼可能來投標呢 我覺得大家怎麼都沒有這種概念呢 你可以這樣嗎 什麼叫做行政行為 行政法上面也有啊 明確性啊 你怎麼可以今天OT變成ROT 大家就在那邊講 我找人來投資 我告訴你 如果你今天找人來 投資是ROT的話 會有更多的人 他可能投資的是12億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來 當然那處長有講啊 有一個他要來做摩天輪啊 處長說不要 因為你覺得人家財力不好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就乾脆你就用你的想法 那如果要做摩天輪 我剛才所講的嘛 如果他要弄一個自由落體 跟澳門料望塔一樣啊 阿瑪澳門之塔 不是更好嗎 你怎麼可以用自己的喜好 所以當你用你自己的喜好 來拣選廠商的時候 然後再用這個招標的技巧 用OT變成ROT來這個技巧 來擋住了所有廠商的時候 這才是問題的重點啊 這以後就變獨裁 就是一個人獨大 或者是你一黨獨大 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今天是 我們今天行政的作為 招標案就是公開透明嘛 公開透明 你有沒有透明 沒有啊 你怎麼可以變成一個OT 變成ROT呢 差這麼大耶 一個雞蛋 跟一個巨蛋耶 這麼大 怎麼會覺得大家都覺得無視呢 我覺得怎麼那麼好笑 你們會覺得 很多人要來投資啊 為什麼你不要來投資 一定要這個廠商來投資呢 這個才是問題的重點啊 所以我建議 直接除了問初三四以外 還要直接送監察院嘛 監察院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沒有弊端嘛 監察院出來以後彈合以後 我們再給他送檢調單位嘛 這才是個問題的癥結點嘛 我覺得一定要這樣子 拜託議長 重點是這樣耶 怎麼可以混淆視聽呢 老百姓都不知道嗎 你問廠商 你現在再來問廠商 那些投票的廠商 或是其他第一次 就被排擠出去的廠商 你問他這樣合理嗎 這樣公平嗎 那廠商一定氣死 一定吐血的 對不對 所以拜託喔 我們先送監察院 謝謝 好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嗎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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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的這樣的一個藥包 那對於我們後面的醫店的 這個第一腎臟中心的這個護理人員來講 我相信是一個很大的幫忙 因為每天下午都要花兩個小時在排那個藥 那如果我們機器就包出來是一包一包的藥 讓它發給病人也很正確的話 胃腸也不是一個幫忙的一個辦法 所以我們這個是我們現在也正在 還正在招那個招租的一個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院長司機成本 那跟各位報告過去院長用了一個司機 所以他整天待命 那我現在是自己開車 所以這個省下的人力 我們是希望能夠幫醫院多做點事情 那麼我們勢力院 雖然經過這樣的一個時代邊遷 我很願意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留在醫院的同仁都很認真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其實也不是我的原創的想法 我過去看他們在民國90年就要求被裁測 然後他們到議會可能也報告過幾次 那麼也謝謝市政府 謝謝議員們給我們每年的一個支持 那雖然我們沒有賺很多錢 但是我們盡量還是希望說在市民的健康照護上 能夠繼續幫忙 那麼希望在將來長照2.0的時候 我們至少是一個公立的一個機構 有一定的穩定的力量 來提供這個市民最好的照顧 以上 好 我們議員同仁對於我們林明志林議員 我們張永惠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 謝謝長 那聽完這個院長的說法 我想第一個狀況 這楊阿莎莎大概四大章 我們講有點見零不見樹啦 我這樣這麼說 當然我們這個命題是說 這個市議院年年虧損狀態 那也請教我們院長有什麼高招可以開院解留 當然我們第一個要先把一個問題跳出來 我想待會請教一下院長答覆 請主席裁示一下 提供 你覺得市議院到底在支出的部分 虧損的部分是哪個項目是最嚴重的 應該先抓出來這個部分啦 才能談後續的事情 大家這些期待 我們覺得方向都還蠻正確的 有機會去這樣執行 但是裡面有一個專有名詞 我也希望拜託院長幫我們示意一下 就是市民健康照護智慧系統 第一個問題這是啥 第二個問題 如果建置這套系統 要花多少錢 也就是說你可能還沒在截留之前 你就要又先花錢 這個也是我們議會蠻擔心的一個事情 那也麻煩你待會幫我們解釋一下 當然有部分 我們也必須肯定一下院長 因為他剛才說到 原來配備的手機現在沒用了 自己開車 這個也是節省這個所謂截留的方式 但還有部分 在長道2.0部分 你有提及到跟衛生局跟社會局 一起來爭取中央資源 來籌設一個相關的 籌辦一個照護的旗艦計畫 目前計畫成形了沒有 那計畫的概念跟原型 能不能簡單豎明一下 原則上這樣講 提這個案子當然我們希望 讓新的院長或新的作風跟氣息 改變掉以前不好的狀態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當然除了您現在提出來相關的意見 開院截留相關的方向跟作為之外 有沒有機會考慮把它做公辦名義委外的一個動作 能夠 我上次有提到過像台北 高雄 嘉義 都類似有市立議員來說 所有的公辦名義委外的動作 那樣的基礎 是不是比較有辦法 把你們目前財務結構 惡化狀況徹底的處理 以上給你這個做建議 好 寶貴意見 我們先請 張耿惠張議員 我們呂美玲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當然有關 聽了我們市立院楊院長整個報告 個人 對於楊院長上任以後 蠻積極的 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都看在眼裡 尤其啊 那你的報告中 我想有幾個問題想救救於你 因為你跟市立 跟衛生局來講的話 都是我們全民的 健康的守護神 當然啊 在今天 我剛才看了一個電視 請問 電視啊 這個問題跟你分享 現在啊 所有的 現在人家說靈骨啦 脊椎啊 脊椎啊 脊椎說做骨神經啊 以前的 新聞來講的話 大概十個人裡面 八個人開刀裡面 都是這種毛病 這種毛病 因為什麼 現在手機的啊 低頭毒太多了 每天在辦公室啊 一坐著 那就是 脊椎啦 有問題 不然就做骨神經 再記得 今天我看了一個電視啊 有沒有這個新聞報導 現在最有 最先進的 成功力 微創的 用微創的 這沒有 不能自負 都是自負的 沒有健保的 那種的就是 究竟 我們不 沒聽錯 雷 雷納生啊 微創 雷納生 微創的 都是機械的電腦 微創的 直接控制 機械手 一控制完 鎖定 馬上下去 用 操作了 成功率 多少 百分之九十幾 但是問題來了 很貴的 我們陳議員說的 總共多少 所支付費 十二萬 加到 十七十八 加起來要二十萬 但是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幾 以前我們去 有些人看到 動刀的 半生不隨 差不多是 要把你掛保證 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說 生老病死的投資 剛才你在談到 談到什麼 談到你的開源節流 我給他算一算啊 若是那個機器啊 市長 我也 滿贊同啊 你現在都在開源節流啊 常常看那個中家 馬祖九啊 你也想要入股啊 這都是想去開源節流 尤其生老病死的行業啊 絕對不會退市的 尤其要越先進越好 所以這邊我想就教你那個楊院長 你在這個開源節流的話 假設能夠 這些儀器 能夠大膽的你說要開源 這個是最好的啊 現在 台灣省還沒有幾家有這種先進的 假設市長 你有那個興趣 有那個整個想開源的話 你給他算嘛 365天啊 一天只要開一個多座站 我給他算啊 7200多萬 一個人而已 開一個人而已 一年啊 那個楊院長 雞氣那麼有什麼 你可以請醫療的 民意來 那些最好的先進 我們又可以先傳 雞人氣就有了 不用找到大座便宜去啦 紀庸市啊 市長 本期我不曉得建議你 不用找到大座便宜 我們這裡就有了 更大膽一點 如果是可以的話 衛生局跟 吃醫院 衛生局你是一個木鳥單位而已 有可能的話 找大一點 聯合辦公 又減少你的 人力的問題 然後有些設備我們給他擴充 基隆啊 這些最基本的 我們的一些 民生 那個人民的 健康的保健 跟白的關係就不一樣啊 又可以插亮你的 市立醫院的招牌 不定啊 我的營運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本期也一再 這個醫療的問題啊 生老病死的行業啊 投資下去絕對沒錯啦 所以說我想也大膽的建議 市長 像那個我們現在走向先進 尤其啊 我 從我的去搜集的資料 十個開桌 裡面八個都是 走低 低頭子的 不然電腦坐太久的 都是做骨神經 極臨 開桌的 所以這微創 我想 那個院長 你應該有聽說最新的 你是不是 可以看這個 器材大概要多少錢啊 你也不知道齁 好啦 私底下 你再去了解看看 可以投資的話 你要大膽的建議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我們張總會議員的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 呂美玲理議員 藍美黃議員請做準備 主席大家好 我在想我們議員提出這個 最主要是針對 我們的市立議員 他年年虧損的原因 要抓出他虧損的項目 然後再來的話 才去做怎麼樣的開源跟截流 截流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呢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整篇的報告呢 完全都沒有到你的正業上 等於是說你都在做別的事情 不務正業 所以我們是建議真的是要回歸到你的正業喔 你有提到的一些東西 我們都知道你的正業就是在醫療的這個部分 可是你很多的東西我認為做的都是 就是衛生局已經在做了 而且做的還不錯的 像何佳歡健檢這個部分 其實人家做了十多年 那他們也有所謂的醫療照護系統 而且這個醫療照護系統說實在也非常的完整 更何況呢 這因為何佳歡的篩檢 所以呢他的血庫的這一塊喔 是整個整個東南亞地區 它是最完整的 這個你可能要先去了解 或許你也不需要了解 因為你只不過是衛生局的一個幕僚單位而已 所以你不需要去了解這麼多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 你說目前基隆市民的重症 急重症照護的資源並不缺吧 我在想你可能不了解我們基隆市 我們的急重症啊 ICU必然是每天每天啊 大家排隊去等 包括長根也好 山種也好 鼠肌自己本身也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鼠肌 市立醫院也好 鼠肌也好 市立醫院也好 其實非常多的都在等 而且呢你你市立醫院不 不去開急診室也是不對的 我們的急診室你去看 長根的急診室也好 鼠肌的急診室也好 每天晚上是大排長樓 但是你們都不願意開 因為呢你們一直在說你們的人力 你們的人力怎麼缺乏 既然人力的缺乏你說你還要去支援市政府 每天中午 你中午都不開了 你還要去支援市政府 你有這樣的能力嗎 而且你應該去查查你們的能力是怎麼樣 你們的能力是勞務不均 有些人很閒 有些人沒事做 那我為什麼要這麼跟你講呢 如果你覺得你們真的還有很多的能力 你應該先怎樣 我們的合家歡 包括我們的勞工體檢 學童體檢 合家歡的一些見解篩檢等等的 你們市立醫院應該是來標的 從來不來標 拜託你來標都沒有呢 你們市立醫院沒有盡到你們醫療的職責 你還要去其他的包山包海還有什麼用 不務正業的這個不要去做了 除了這個以外呢 你剛才有提到你還要去 去這個護理支家 你說你還要增加40個床位 我必須跟你報告的 你們的現在床位是80床 人力也給你們80 照顧80床的人力 結果你們開幾床 你們只有開40床 空40床在那邊 你現在還要增加40床 你先把那個80床佔滿嘛 你們每次都不收 為什麼不收 因為你們哀哀叫啊 給你們80個照顧的能力 結果你們只有收40個 這才是你要開源節流 或者是你必須要看 為什麼會年年虧損的原因啊 你還要想要40床 如果今天衛生局答應給你40床 我先砍他們的預算 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還有你要講的什麼 長照2.0啊這些 其實這些東西是衛生局 衛生所他們都在做 還包括社會局都在做了 你把他搶來做幹什麼 你不需要嘛 是不是 處長你看我要看 社會處長你一直給我看 我是叫他說 不要搶你的東西來做啦 你一直看我要看 不要給我看啦 對 漂亮吧不行 漂亮就有人可以看 來 所以 所以我就在想說 你今天所回答的 其實是真的文不對題 而且你還不了解 私立醫院現在遭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私立醫院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你現在說你要開源 結果呢 你說你要節流 結果你都在節流 然後你說什麼消防逃生社會 什麼逃生坡道 以前沒有嗎 對不對 你還要做空橋 那如果現在要做 那表示現在有危險嗎 我覺得這些都不要去了 對不對 你先把你的私立醫院本身 還有你說什麼市民健康照護系統 衛生局已經有市民照護系統了 要做的話也是 衛生局去跟人家雲端相接 跟私立醫院都無關 不要去做別人的道路來做 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呢 還有 市立醫院本身啊 到最後你還說 這個 藥品分包機 這個我就不去過問了啦 這個你要去幫人家 節省人家的勞力 那跟我們私立醫院司機上也沒有什麼關係耶 所以你零零傻傻講這麼多 還有一個 我跟你偷偷的講 院長司機的這一塊喔 是錯誤的 長久以來就一直被罵 他是沒有司機的編制 所以你今天是非常好 你把它回歸到正軌 是對的 否則的話你還是會被彈劾的 因為你本來就不應該有司機的 這是回歸到正軌 那你能夠知道這一塊是真的要給你獎勵的啦 所以呢 我們真的是希望喔 未來的報告喔 真的要回歸到我們那個黎明治議員所提的 他要求的是 為什麼年年虧損 昆水有哪些項目 像說你本來80床 你只要40床 結果80床的人力去照顧40床 那是不是那40 其他的應該有的40的能力就是浪費嘛 它不僅是浪費 它就閒置嘛 對不對 這個才是要去討論的 還有呢 盡量的節流 因為開源的方面 說實在到目前為止已經都完備了 除非你多一個急診室 這是我們老百姓要的 因為我們的急診晚上真的非常多 有時候晚上去做選民服務 欸長庚就不要說了 都進不去 暑雞啊更是喔 大家都有的時候還排到外面來 真的是很可憐 我覺得市議要幫老百姓的醫療守護 要幫老百姓的健康守護 不要去不務正業做別的 一定要回歸到自己的醫療本業 這是我的建議 謝謝 謝謝 寶貴的日間 我們現在請南敏黃藍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要這個建議林市長 要正視這個市立醫院營運的問題 那我們從這個104年度的決算報告裡面 可以很清楚看到 審計部啊 已經針對市立醫院的部分提出建議了 那最大的問題你看近五年來啊 這個都是用公務預算在補助市立醫院 每一年平均大概七到九千萬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財務的問題 那我們也發現市立醫院目前的營運狀況 長期來門診住院護理之家的業務量逐年減少 那我們更發現 你看小兒科、婦科、牙科 你們有一半的醫生啊 都是資源的 這證明什麼 我們醫生人數嚴重不足嘛 不怪你 不怪我去那裡看 那麼最嚴重的 面對老齡化的一個趨勢啊 還有同業的競爭 對不 基隆市大廈小小的醫院 加起來大概三四百家 人家的設備可能都比我們好 地點可能也比我們便利 大家都集中在市區 大型的醫院長庚 還有這個這個屬醫 很多條件都優於我們市立醫院 所以我不贊成市立醫院啊 委外經營喔 你們這些優關市民的權 應該由政府啊 全力來負擔來經營 但是我要希望新的院長 能夠去做轉型的動作 譬如說 為什麼 你牙科幾乎可以取消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推的 假牙補助政策啊 所以你牙科怎麼你也不會賺錢 對不對 因為政府補助啊 你市立醫院你啊 你這樣不可以到處去賺錢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做牙 你不會賺錢啊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取消 我簡單講啊 你必須跟同業去做一個市場的區隔 齁 再加上老齡化的社會 長照法兩年後要實施啊 表示說什麼 未來啊 老人照屋這一塊啊 是非常大一個市場 那你是不是可以往這方面 我們乾脆把市立醫院轉型成為 老人照護醫院 這也是審計部建議的啊 這就是幾個很好的方向啊 所以我在這裡齁 建議林市長應該 我想你叫院長來做決定 他大概不敢啊 應該你正式指示 你們去溝通看看 是不是我們把這個市立醫院來轉型 把服務做到最好 那有一點我不同意你的報告啊 其實醫美啊 是現在最流行最賺錢的一塊 你市立醫院千萬不能放棄啊 醫美這一塊 跟老人照這一塊 如果未來你只定位 我們只做這兩塊 把所有資源 運用在這兩塊 增加病床數 增加醫護人員的素質 人數 醫生的人數 醫美的專業人才 這樣你不才會賺錢 所以我絕對我們這次這個報告案 最最大的建議喔 希望林市長你能夠重視喔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仁還需要 我們市立院院長來補充嗎 有想要有緣 對不起對不起 有寫 謝謝議長啊 其實呢 這個 整編的報告啊 台中民意就是說 市立醫院太過分偏重於醫美 單位的發展 忽略了醫院整體的定位於發展 好像說因為有醫美 所以說市立醫院經營的不是太好 我想不是這樣子嘛 當然我也不管任何的醫院 你發展醫美好與不好 這個是自由市場 對不對 假如說你市立醫院做的真的是比別人好很多 比民間的人都好的話 那也無可後悔啊 那也無可後悔 本期其實政府認為 市立醫院長期以來的虧損是我們所關心的 對不對 因為每年我們在省預算的時候 每年看市立病都了解的時候 那都要納稅人的錢 一般的民間的醫院或者私人的診所 都沒有政府補貼啊 我們是年年在政府補貼啦 靠著政府補貼來撐下去 那能夠撐多久呢 這是要你去思考的地方 什麼時候你可以不需要政府的補貼 你可以獨立經營嗎 這是重點啊 這是重點啊 這是重重點啊 第二點你會思考說 你市立醫院的定位要怎麼定位 要怎麼定位 美西民教醫院在我的感覺啦 它是一個大型的中國診所啦 因為它沒有去診 它沒有住院 因為當市民有緊急的時候 市立醫院是沒有辦法處理的啦 我有把它處理喔 有緊急或重症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束手無策 一起把它處理 對不對 所以說你應該再重新冷靜下來 好好的思考對不對 好好的思考說 我應該定位是什麼 假如說就是長照 這個方向我是贊同 你一個長照的機構 也不一定要叫醫院 叫什麼名稱都可以啦 對不對 因為基隆這個老齡化很嚴重 對不對 而且往往呢 年紀大了以後 一定會有很多慢性病 或者說很多長期因為老化 因為身體的老化而引起了一些疾病 這需要長很專業的 這才把政府的補貼 花在這一塊 那我沒有話講 照顧市民 照顧市民 所以說你應該說把市立醫院整個來 就抬起來篩選一下 你說有些不符合經濟效益的一些業務 如果你把它這樣拆開來看的話 我認為比較不合理啦 因為整個市立醫院就主動一個企業體 一個企業虧錢的話 不是說我哪一個單位虧錢 不然你要列清楚啊 到底有哪些單位 像我們林一言問你那些單位虧本 你知道哪些單位 再虧本再虧錢 你才有辦法找到如何 來彌補這一塊的一個方法 對不對 你如果說有些業務 我大概都會問你 到底哪些業務不符合經濟規模 對不對 因為你的生產規模沒有擴大 何來經濟規模 你生產規模擴大了以後 你的單位成本下降 經濟規模要討論這個關係啊 生產規模擴大 跟經濟這個單位成本下降 互動的關係啊 你沒有擴大啊 你講了這麼多了以後 你還會為開源 又會為絕流 對不對 當然這些 你把我們這 尾外的這兩千多萬 是不是全部自己可以吸收 我不知道啦 你的意思大概說 你可以擴充人力 或加強義工的訓練等等 來自行吸收 你就可以開源兩千多萬嘛 對不對 但當然你要這個業務 全部你自己 如果有人力自己承接下來的話 你要不要增加設備 你固定成本要不要增加 你要不要增加人員 變動成本要不要增加 這個要通常考慮啊 這個要通常考慮啊 不是當外面的說 我直接 我怎麼自己做 我只要給他們這些錢 東西會付出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啊 而且經濟效益是遞減的 是遞減的 所以這本其實是認為喔 你應該在現在是大會的時候 你再提個比較具體的 就把我們真的病照在哪裡啊 當然一般我們一位普遍的 我們一人普遍都很知道嘛 我們每年都在審嘛 應該可能是人事費用過高啦 這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北極政策說你在 希望你在現在是大會的時候喔 那你這些方向是對的啦 沒有人指引你的這些方向嘛 對不對 這等於小孩 小朋友在寫文章啊 你的未來要幹嘛 我要當總統 當總統有錯嗎 我要當科學家 科學家也沒有錯啊 對不對 你就是在寫這個報復嘛 你的報復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也是要具體的東西 我們審查你的預算 叫你具體的東西啊 希望在大會的時候 你很具體的喔 把這幾年 譬如說三年 四年做一個 做一個區隔都可以 我們市醫院是怎麼樣的 他們校長 各科的校長 或你們管理上哪裡出了問題 對不對 假如說你固定成本一直增加的話 你當然經濟效益也會下降嘛 對不對 變成不經濟效益嘛 對不對 所以說北極 誠懇的跟你建議 今天你在大會的時候 你其實一些比較具體的東西 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有想要不貴的意見 我們議員同仁還有沒有人要發言 如果沒有的話 需要不需要我們市立議員院長再補充說明 好 我們再請院長再補充說明 議長各位一座 謝謝 非常謝謝各位剛才的議員們的指教 那我大概很簡單的說明一下 就是說那個市民健康智慧招呼系統是要投資的 那這個投資呢是現在還在發展這個案子當中 那希望是能夠藉著這個資訊化呢 雲端化呢 能夠讓這個市民的健康資料能夠集中 讓它增加效率 那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到底在哪裡虧損 那我很明白跟各位講就是說 我們護理資家一年就虧八百萬 那當然是跟人事編制有關係 但我們床數沒有收買有關係 可是我們的這個空間的關係 一個四床在這邊 一個十六床在這邊 一個十一床在那邊 他沒有辦法一般的人一次照顧 所以這是我最大的一個痛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希望把二樓行政空間 全部打開變成這個四十床再給他回來 這樣一般的人就可以照顧 這樣人力就不會分散或者不能夠收 倒不是說我們不收病人 只是因為我們那個空間 當初那個床數可能都是比較 不是太方便使用的地方 那至於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做急重症 或是我們要不要再繼續 在重症上做投資 那我想提的是一個想法在這裡 日本長照做下去之後 日本很多的小醫院都關門了 很多地區醫院 很多鄉鎮它都沒有醫院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最後到居家去到社區去了 那如果我們私立院 將來跟歐走最後一里路 我們也很願意來做 那名稱是什麼並不是太重要 可是如果現在這個時候 還要希望說我們去買達文西 或者去買什麼樣的一個大的設施來 我個人認為這個 對這個市民的健康照護呢 確實是有幫忙 但是它不是普遍性的 那醫美也是一樣的問題 那如果醫美有人在診所做得好 那請他去診所做 那我們市立院呢 大概還是希望能夠多做一些 市民整體健康照護的事情 所以以上就是很簡短的報告 不知道能不能有答覆到議員們的一個想法 好 我們呂美玲女議員 跟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4點58分 希望大家抓緊時間 好 謝謝 好 我這邊簡單回應一下 我們那個市立院的院長 你剛才有想到說 你一直要做一些市民照護 可是這邊是衛生局已經在做 為什麼你一直要搶衛生局的事情去做 我覺得還是搞不清楚耶 而且市民健康照護管理系統的話 衛生局已經有一套 為什麼要疊床架屋呢 這也是我覺得很疑惑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覺得林市長 你回去的時候應該要 要你們的橫向的聯繫要做好 我發現你們的橫向聯繫 更不也是有點問題 不僅是這樣 你是在衛生局底下的 對不對 你怎麼會去搶你這個主管的位置去做呢 這也讓我覺得好疑問 還有 你的照護之家的話 你已經80床 你已經空了40床 你怎麼還會想要增加40床 你應該是先減 先減以後才能增加啊 對不對 你是先減 你不是說我要增加 你先減40嗎 因為你現在40 然後你再增加40 剛好你現在的80嘛 符合你人家提拨給你們的人力 這才是對的啊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 我是建議喔 這個健康照護系統的話 這個的話 應該是還是要回歸於 就是由那個衛生局本身來做 不要再疊床教訓 因為他本身就有在做 而且10年的合家法 他的資料是非常的缺密的 好我把時間確定一下 現在5點鐘 我們等到美玲講完 我們把今天把這個案子結束好不好 好謝謝 你回歸到你的醫療的這個部分 醫療的這個營運的部分 還是真的要回歸到我們本身的問題 這個到底有哪邊虧損 然後趕快來做一個開源節流的動作 謝謝 好 我們謝謝 你們寶貴一見 我們現在做成結論好不好 請市府援你成立基隆市立醫院營運改善督導小組 積極落實進行各項開源節流改善計畫 以達盈虧自負之經營目標 這樣好嗎 好通過 好明天我們交付我們蘇主席的審查 任期審查會 我希望大家能夠準時到 好散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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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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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